11月16日,在距离首颗北斗卫星上天23年之后 北斗标准正式被国际民航组织采纳 列入国际民航公约复录时并正式生效 与GPS和格罗纳斯一同成为了国际公认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之一 23年前,一颗北斗卫星孤独地在星空中闪耀 而23年后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北斗卫星,收到它的信号 这不仅仅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大进步 也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一次重大革新 更是给全球民航体系增加了新的安全保障 随着北斗系统加入民航全球导航体系 使得全球航空导航体系不再局限于某一单一系统 极大的提升了整个系统的鲁棒性和稳定性 一旦由于各种原因,GPS系统遇到干扰或者不可用的情况 北斗系统就可以提供备用的导航服务 增强整个航空体系的安全性 而且在亚太地区 北斗系统由于其他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准 无疑可以更好地为该区域内飞行的民用航空提供定位服务 北斗系统特有的短报文上传系统 在航空领域也有着极大的应用空间 就与至今依然不知去向的MH370航班 如果在飞行的导航系统中 配置北斗系统并定时上传位置信息报文 那么对试连飞机的搜索工作来说 就可以极大的缩小搜索范围了 也就可以更快地开展搜索工作 显然,国际民航组织也意识到了单一依赖GPS系统所带来的隐患 对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 拥有一种可靠的、大范围的、精准的导航系统尤为重要 早在上世纪70年代 中国就立项了灯塔导航卫星项目 也即691项目 利用卫星的无线电信标进行测向和定位 但由于各种原因 灯塔项目在1980年下马 而随着美国GPS系统与俄罗斯的格罗纳斯系统投入使用 并在军事及经济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中国自己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又被提上日程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对一般国家而言是个昂贵的奢侈品 一方面,建立一个全球的导航星座 需要至少24颗卫星才能覆盖全球 如果考虑到卫星到受轮替 备用星、地面站以及巨额的研发费用 单独建立一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对一般国家来说并不经济 另一方面 很多国家觉得有现成的美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而且明码免费开放给所有用户使用 为啥还要费大力气自己再搭建一套呢 何况建立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需要极强的航天能力 也因此,对印度、日本这类国家来说 在现有导航系统的基础上 搭建一套辅助GPS的系统来提高区域精度 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如日本的QZSS准天顶卫星系统 是用来补充日本地区GPS精度 使用专用终端能达到极高精度 而印度的IRNSS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 是个专门用于南亚次大陆及印度洋地区的卫星导航系统 而非全球性卫星导航系统 对于地区强国来说 基于现有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进行针对性补充 或者搭建区域性卫星导航系统 就已经足够使用了 但是对于真正的大国来说 必须得有自己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纵使目前美俄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在民用领域是开放的 但是,这种新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 如果没掌握在自己手上 就很容易受制于人 而且考虑到导航系统 在军事领域的巨大用途 以及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军马 是高度机密的 因此对于真正的大国来说 建立一套自己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不仅仅可以展示自己的航天技术实力 更是战略自主性和国防及国家安全的关键 事实上,依赖他国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意味着关键时刻会面临服务受限 或者中断的风险 而对一直在进行东南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的我国来说 依赖他国导航系统 尤其是GPS 将有极大可能在未来的摊牌时刻 陷入巨大的被动之中 也因此 上世纪90年代初 我国就着手立项建立自己的北斗系统 北斗系统也是秉持着我国一贯的小步快跑策略 除了实验性的第一代北斗之外 投入使用并在2012年完成搭建的第二代北斗 是先以中国及亚太地区为服务核心 并在随后的第三代北斗BDS-3中覆盖全球 于2020年正式完成BDS-3的搭建 这使北斗系统从一个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算是什么水平 据高德披露的数据 目前北斗导航系统每天提供的定位次数 平均有3000亿次 已经实现了对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老大哥GPS的超越 这一点与我国数字经济 共享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不无关系 在国内广阔的市场应用环境下 北斗导航在定位次数上超过GPS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除了在量上胜过GPS外 北斗导航在质量和技术水平层面也要优于GPS 卫星定位的实现需要多颗卫星协作确定 理论上四颗卫星就能组建覆盖全球的卫星定位网络 但实际上考虑到精确度和冗余问题 四颗卫星肯定是不够用的 截至目前美国GPS系统因为发射得早 占据了近地球轨道 所以只发射了27颗卫星 就能实现较好的定位精准 而我国北斗卫星发射时 近地轨道已经被美国人占据 所以只能将卫星发射到 离地球更远的轨道 为了挽回掠时 我国北斗系统发射的卫星数量超过美国GPS两倍达到55颗 此外还开拓性地采用了三轨道分布布局 确保无论何时 在地球任何角落都能搜索到至少6颗北斗卫星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服务 除了卫星数量和分布方式优于GPS外 北斗导航的通讯信号技术也同样优于GPS 目前北斗导航系统共配置了三种通讯频道 除了提供更快捷的通讯速度外 通讯信号也更加稳定 这点在电磁环境复杂的灾区 战场等地方至关重要 强劲的硬件条件为北斗导航系统的性能指标稳步提高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截至目前北斗导航已经在军用精度方面追平了GPS 而在民用精度方面 早在2012年北斗导航就追平了GPS系统的12米定位精度 截至目前北斗导航的民用定位精度已经达到3米左右 实现了对GPS系统的大幅超越 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中 所使用的指标 就是位置几何精度因子 PDOP 在用户测局误差一定的情况下 PDOP越大定位精度越差 PDOP越小定位精度越高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 北斗系统在全球大部分区域 定位精度高于格罗纳斯 与GPS相当 但在印太区域是精度最高的 这也是得益于北斗系统中 GEO及IGSO轨道卫星 对印太地区的区域性加强 以PDOP这一关键指标而言 北斗系统具备了全球大部分区域 与GPS相当 印太地区强于GPS的能力 北斗系统成功地融入国际民航标准 也是一种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的典范 它促进了全球航空导航技术领域的合作 为全球航空导航技术的标准化和统一 铺平了道路 这种国际合作的深入 无疑将推动全球航空行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可以说北斗系统的加入 不仅是对中国航天科技成就的肯定 更是全球航空导航系统向着更加全面 高效和协调发展的重要一步 从远古时代北斗星的简单导航 到现代北斗星系统的复杂技术 我们见识了人类导航历史的一次伟大跨越 而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国际合作的深入 北斗系统将在全球航空航天领域 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全人类的交流与发展 贡献更多的力量 感谢观看